这是一艘飞向火星的宇宙飞船 女舰长带着一名亚裔生物学家 一名女医生前往火星执行任务 可在飞行途中 舰长意外发现 飞船的夹层里竟藏着一个陌生人 这一天 舰长照例检视船舱 发现有雪滴从头顶的夹层低落 舰长打开甲板 一个昏迷的人突然掉落 重重地压在舰长的左臂 医生和生物学家应声前来查看 看到飞船凭空出现一个人 大家都惊了 在救治下 陌生人终于醒来 看到飞船外的地球 才知道自己已经身至太空 瞬间慌乱无措 询问下 陌生人自称是飞船发射维护的工程师 工作中发生意外 昏迷在甲板内 之后的事就想不起了 舰长联系公司证实 陌生人没有撒谎 他确实是公司的员工 被无意带上了飞船 这下舰长犯了难 飞船上的供给 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 现在多了一个人 食物和氧气 可能不足以维持他们到达火星 还没过多久 系统就提示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过快 检查后发现 工程师坠落时 二氧化碳净化装置 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损坏 这下更糟了 因为应急器官只够维持两个人使用 这下更糟了 因为应急器官只够维持两个人使用 舰长找到生物学家商量对责 希望他用携带的藻类 来提供更多的氧气 生物学家也很为难 因为这些藻类 本是要带上火星做研究的 况且提供光照的架子上 已经放满了用于火星栽种的植物 这些可都是他毕生的研究 但不这么做 四个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生活学家忍痛减掉自己的心血 放出绿藻补给氧气 仓内也恢复了正常的氧含量 可好景不长 一半的绿藻很快死去 生物学家找到舰长和医生 告诉他们现在严峻的现实 舰长百般挣扎 决定放弃那个不请自来的工程师 来保证三人能活着抵达火星 要让一个生命白白送死 医生当然不同意 提供说 飞船另一端的燃料舱 可能还有液氧剩余 只要爬上去取一些下来 就能满足氧气供给 舰长不同意 因为两个舱体的距离 足足有400多米 由于旋转产生的向性力 只让飞船两端的舱体产生重力 它们经过中间时 会经过一段无重力的路程 而为整个飞船功能的太阳能板 就在中间 如果路过途中损坏了太阳能板 那整个飞船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况且 就算安全地路过了无重力的中段 到了另一端 也还是会由于向性力的作用往下坠落 十分危险 但医生还是距离力争 说不到最后时刻 都不应该主动放弃任何人的生命 舰长也很挣扎 最后给了十天时间 若还是想不出更好的方案 只能放弃工程师 医生也知道 虽然争取了时间 但目前能想到的办法 也就只有去另一个舱体取氧气了 于是他带着不请自来的工程师 向舰长申请 由他们去完成这个任务 没想到 舰长这次同意了 因为剩下的绿藻也死了 由于工程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舰长的手也还没康复 所以由医生和生物学家去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艰难地爬上连接杆 小心翼翼地经过太阳能板 安全地坠落到飞船的另一端 生物学家拽着绳子 让医生进入舱体 惊喜地发现 这里果然还流有氧气 急忙给带来的气管充气 可就在冲到第二罐时 舰长那边收到了太阳风暴的预警 立即通知他们终止行动 立刻返回 无奈二人只好带着一罐氧气返回 由于匆忙 返回时医生没有控制好速度 狠狠地砸到驾驶舱外 氧气罐也不慎甩向太空深处 如蓝打水一场空 失落的二人只好先回到舱内 躲避风暴的辐射 四个人都绝望了 因为仅存的氧气已经不足以维持 四个人度过这场太阳风暴 最后一刻 医生站了出来 说他愿意冒着辐射的危险 再次爬上去去回另一个氧气管 说着便穿上宇航服 爬上连接杆 前往另一个舱体 辐射穿过他的手指 烧焦他的宇航服 灼伤他的皮肤 在致死的吞流里 他带回了另一罐氧气 放进舱内 盖好舱门 来到边缘坐下 看向远方 静静地等待着太阳辐射的吞噬 留下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背影 好 好 好